我们所有的自然灾害高温 气象局可以事前告诉我们 豪雨可以提前告诉大家 台风一定是把位置很准确地描述给你 只有地震 我们完全无法掌握 它只有它发生的时候 我们才可以告诉你 我们用速报的方式 但是我们绝对不能知道说 下一秒钟 下一分钟 下一天 它会不会发生一个强烈地震 所以地震是我们现在 最需要防范的一个自然灾祸 那地震它的发生 一定是地球调节能量的一种方式 可是如果它发生的是在 人口非常稀薄 人烟稀少的地方 那对我们人类的影响其实很少的 所以它再大 对我们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影响 可是如果发生在人口稠密的地方 它的伤害就不可同日而语了 台湾过去一百多年以来 你可以看到重大的地震 除了我们东部的外海 就是我们的西部地震带 那更可怕的是 我们现在人口的增长 都是在我们的西部走廊 所以从基隆一路下来 一直到高雄屏东 都是我们人口最密集的 所以大家看到 这个红色的就是我们人口最多 一旦发生了这些强烈地震 给我们带来的伤害 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那今年我们发生了这个花莲地震 我们在这个去年发生了这个台南 这个地方的地震 它其实是正央是在这个美农 这个地方 但是这都是告诉我们说 同样的地震 花莲地震跟这个台南地震 它的规模是一样的 但是因为人口分布 城市的规模不一样 我们造成的伤害也完全不一样 这是我们现在需要特别去留意的 那我们这个消防署 它建立了一个台湾抗震网 它的网址在这个地方 它告诉了我们台湾 现在地震的风险很高 我们需要特别的注意 所以大家一定要上网 去注意我们这些防震的一些资讯 不管在地震以前 发生地震的时候 地震结束以后 我们该注意的事情 上面都非常的完整 需要我们格外的注意 那最后 我们刚刚讲完了 我们的大气升温 海洋升温 我们的地壳升温 都给我们带来了高温 豪雨 墙台 以及于我们的这个干旱 还有火山地震的这些冲击 那剩下一个冲击 其实正在发生 而且对我们将来的影响 还是长长远远 就是我们高山冰城 还有两极冰原的暖化 就是大家图上看到的这个白色的这个范围所累积的热能 那这个地方它以两极是最明显 冲击也最大的 第一个 它是我们现在地球升温最快一个地方 第二个 它原来是我们地球的一个冷冻库 调节我们地球气候最重要的一个环境 但是因为它现在收到很大的冲击 它将来会影响到我们全世界 影响到我们的气候变化 影响到我们海平面的上升 也影响到我们地壳的稳定 造成进一步的火山 跟这个地震的发生 所以它的影响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深远的 我们看一下这是我们实际上观测的一个结果 2013到2017这五年的时间 我们观测到地表的热能 那其中最深最红的有两个地方 一个就是我们的北极圈 另外一个是南极半岛 它们是全世界升温最快的两个地方 但是北极 这个南极它因为有南极大陆 所以它的这个缓冲还比较好一点 现在我们最危急的就是我们的北极圈 因为北极圈它里面是海洋 所以不像这是大陆 它的路滨只在格林南这个地方 所以它现在受到的伤害最直接最明显 那对我们带来的冲击也最快 我们可以看一下 那这是北极圈 北极圈它是我们地球的两个重要冷冻库之一 它的生成大概是300万年以前就出现了 然后变得非常非常的重要 它调节我们地球的气候 像我们家里面冰箱的冷冻库一样 它在北极圈里面有个非常重要的冷气团 这个冷气团的温度非常的低 零下差不多40度 所以它透过这个冷气团 会把这个非常寒冷的空气 一点一点的送到我们的这个地球 其他地方去 帮助我们地球做降温的作用 气候调节的这个功能 可是现在因为受到暖化的影响 它的大气层暖化得非常的快速 它的冷气团现在分裂变成两个 一个是在这个西伯利亚在这个地方 另外一个地方是在这个加拿大的八分岛 就是在这个地方 这两个分裂的 再加上它周围本来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北极窝旋 像一个喷射气流一样 把它这个圈在里面 现在这个北极窝旋受到暖化的影响 变得非常的不稳定 而且变得很弱 所以这个冷气就可以往外扩张逃散 然后顺着这个气流就可以 顺着这个弱化的北极窝旋 就可以到比较低纬度的地方 像今年的四月份 美国就经历了北极窝旋 强烈的这个移动 这个地方是这个不断的往南伸展 这喷射气流就往这个南移动 那北极里面的冷气团就趁隙 通过这个涡旋的移动 就往这个南方移动 那另外一方面 在美国的西部这个地方 它的涡旋又往北延伸 所以这个冷气团都没有办法 这个越过这个喷射气流 反而这个南方的热气 高温的气体就一直蔓延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同一个月份 美国其实东西是完全两个不同的世界 一个受到北极气团的影响 是冰天雪地 另外受到南方热气团的影响 是干旱高温 那这个在过去很少发生 现在已经不断的发生 是因为我们改变了北极的稳定 然后造成了我们的气候 现在越来越不稳定 那这是它的另外一张图 告诉我们说这个不稳定 其实影响到的是全世界 刚刚我们看到的是美国 这个就是我们的东亚 这是在今年一月的时候 这个冷气团从西伯利亚这个地方 受到这个喷射气流的蛇形 然后就可以一直不断的向南移动 像我们当年这个匈奴 从北方南下一样 就看到它的冷气团 这个冷气团的温度 是零下30度到40度 就一直不断的向南扩展 那我们的台湾在那一波的冷气 清晰之下我们是在最尾端 我们的温度在台湾这个地方 只有摄氏10度 但是已经达到了我们的寒流标准 所以那一天我们的温度很低 但是你可以想象到 要发生这样子的情况 就是北极地区现在变得非常不稳定 所带来的结果 未来这个情况还会发生 所以未来我们的冬天还会有冷气团 而且这么低的温度就不断的下来 可是现在这个北极这个地方 它这样子的温度受到暖化的影响 正在慢慢的上升 过去它的这个最低的温度 大概是在摄氏 零下40度到30度 现在已经开始上升了 那今年我们去量测 在北极地区这个的温度 已经上升到零下20度 整整提升了20度 再过了几年 它就会上升 接近于零度 甚至于在零度以上 所以未来北极的这个冷气团 它的威力会不断的减少 它的这个寒冷的程度 也是会不断的递减 这是我们需要去留意的 所以冬天将来 其实会越来越不冷 它对我们的冲击也会越来越小 那不但是在它的大气层 它的这个冷气团 变得这么的不稳定 那它的这个海滨 北极是因为是一个北极海 所以在这个又那么冷的环境 所以它的海里面 基本上都是海滨 这个海滨会受到气候的影响 变大变小 那基本上呢 在冬天的时候 都是半年照不到太阳 所以温度非常的低 整个的北极海 都是结冰的状态 但是到了这个夏天 半年都会照到太阳 温度开始急速的上升 那海滨的面积 就会慢慢的缩减 所以我们有一个 很重要的指标 就是北极在夏天的末期 就在九月中旬的时候 也就是在我们这个秋分的时候 它的海滨的面积到底有多少 因为那时候通常是它一年最小的时候 我们当做一个重要的指标来看 在1879年的时候 在夏天最小的这个海滨面积 还有九百万平方公里 非常的庞大 在冬天的时候 是超过一万六千万平方公里 但是随着我们暖化 我们就很明显的看到 北极海滨在夏天的这个末期的时候 已经变得非常非常小了 这是2012年的时候 当时我们北极海滨的面积 只剩下三百四十一万平方公里 过去是九百万 现在已经到了三四百万 你就知道说 它的范围缩小的 非常非常的惊人 而且惊人到一个地步 我们将会看到 北冰阳夏天会没有冰 这是在YouTube上面的一个影片 大家都可以上去看 这是把1979年 一直到2016年 我们整个北冰阳不但是它的冰的面积 还有包括它的厚度 我们可以换算成它的体积 它在暖化消失的一个趋势 那最新的影片 我把它放在这个地方 已经把它更新到了2017年 那简单的说 过去我们这个夏天最小的时候 北冰阳的海滨的体积 还有一万六千多立方公里 一立方公里是十亿吨的水量 所以是非常庞大的 现在已经不到五千万立方公 五千立方公里了 所以它消失的非常非常的惊人 我们再看下一张 那我们现在可以把每一年 最低的那个数字 把它画起来 从1979年一直到2017年 大家可以看到 每一年都不一样 但它消失的趋势没有停止 就像我们的温度不断上升的趋势 没有改变一样 更可怕的是 我们现在可以很精准地去估计 什么时候 我们这个夏天不会有冰了 那这个时间其实很快 我们可以透过这个长期的趋势 可以看到它的范围 一定是在2030年以内 我们现在是2018年 所以我们可以说 未来十年之内 北冰阳的夏天将会没有冰 它现在的温度还在上升 它的这个海水的温度还在提高 所以它消失的其实还会加速 但是绝对不会超过十年之内了 所以简单地说 十年之内 我们都会看到一个没有冰的北冰阳 这在地球历史上面 是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 我念地球科学 从我18岁开始到现在 已经50年了 我们可以知道 我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 我会看到北冰阳夏天会没有冰 但是我现在知道 可能我就在这一辈子 我就可以看到 北冰阳夏天没有冰 就会出现了 当北冰阳夏天没有冰 就是大家看到的这一块 就完全消失不见 冬天也许还会有一点点 但是又薄又少 夏天是完全没有了 当这个没有的时候 这些事情都会像骨牌一样 接连地发生 我们的气温 不管是海洋大气 都会快速上升 这个里面有许许多多的甲烷 我们叫做甲烷冰 因为它被冻起来 都存在我们的涌动员里面 它的含量是我们现在 大气层里面 所有甲烷的1000倍以上 含出量非常的庞大 但是我们看到 当气温上升 北冰阳没有冰的时候 它就失去了缓冲 整个的甲烷 就会大量的暖化 气化到我们的大气层 我们的暖化会进一步的恶化 接下来格陵兰 这是我们北半球 最大的一个路冰 它就会因为 没有了北冰阳的保护 快大规模快速的缩减 它现在的这个储量 是262万立方公里 它全部消失的话 全球的海平面 就会因为它的流入 便上升了超过6公尺 但是我们估计 因为这个世纪的暖化 这个世纪大概会消失10% 10%也是60公分 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数据 所以我们说 全球海平面将来 我们会看到 它曾跳跃式的上扬 因为这么多的重量 从陆地上移到海里面 所以整个海洋的运行 我们地壳的均衡都受到破坏 不管是火山地震 将来我们都会 更频繁的发生 所以简单地说 在这个未来的100年 200年300年 我们全球的海平面 只有上升 不会下降 而在这个世纪结束之前 我们的海平面 最少会上升一公尺 一公尺上面会上升多少 我们没有答案 我们只知道说 我们已经没有办法 回避一公尺 这样子的一个范围 过去100年 我们只上升了20公分 但是未来这100年 我们要面对的是 100公分以上的上升量 所以全世界都面临了一个可怕的难题 所有沿海低洼的地方 都必须因为海平面的上升 开始搬家迁移 甚至于改变 所以21世纪还是一个大迁徙的世纪 全世界有几千万人 上亿人 必须要离开他的家 去寻找一个安全的地方 包括我们的台湾 我们的台湾这些图上面看到的红色的位置 就是我们海拔100公尺以下的面积 大概有13000多平方公里 将来就随着北极 再加上格林兰 再加上南极大陆的消移 我们的沿海低洼地区 就会慢慢地消失 我们的台湾就会从胖胖的地瓜 慢慢就变成一个瘦瘦的香蕉 虽然我们都会在 但是我们这个低洼的平地 一定会慢慢地离开我们 所以我们现在 第一个要知道 我们的时间是有限的 我们的地球是在快速地改变的 21世纪是一个气候极端变化 灾难平生的一个世代 我们说在彼得后书三章七节说 现在的天地 孩子凭着那命于流 直流到不敬前之人 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 用火焚烧 当彼得写这个书的时候 已经是2000年前了 他怎么知道我们的地球 有一天会非常的热 非常的可怕 但是今天我们就面对了 这是依靠没有办法回头的不归路 我们要去面对 我们要去警醒 我们还想办法看 可不可以把它舒缓一点 那全世界的自然灾害 它的数目一定不断地上升 这是从1980年一直到现在 到2017年 全世界的自然灾害 不同的颜色代表不同的种类 但它的种数很清楚地 让我们看到 它一直在跳跃式的上升 跟我们的暖化一模一样 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 但是我们知道 五年十年以后 我们会在更高的地方 也就是灾害只有越来越多 也越来越强 所以我们现在没有选择 我们现在只能够做好两件事情 一个节能减碳 让我们的这个温室气体的含量 不要增加那么快 我们的热能累积的不要那么多 我们的这个温度的上升 不要那么的剧烈 所以节能减碳 是一个一生都要去推动的工作 我们希望我们的减能减碳 从现在开始 到了这个世纪结束 能够完全降低 能够帮助我们守住两度的门槛 我们已经升高升高了一度了 我们现在只剩下一度的这个配额 我们希望我们透过我们的努力 能够这个守住这个门槛 可是你要看到 我们现在不过还不到2020年 我们还有这么多的年要去努力 我们的这个时间实在是不等待我们 那所以我要告诉大家 我们的灾害其实在这段时间 只会越来越多 越来越强 它给我们带来的冲击 只会越来越大 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去警醒 那我们过去原来是在这个位置 一切都是自然的状态 很平衡的 现在我们已经到了这个地方 我们升高了一度 但是我们不留在这里 我们继续往这个地方移动 我们现在唯一的盼望是什么呢 希望透过全球的努力 我们可以守住这个两度的门槛 这就是巴黎气候协议的结论 但是需要全球每一个国家 大家共同的努力 我们没有把握一定做得到 但是我们希望我们做得到 就算是我们做得到 我们还有这么多的温度在增加 还有那么多的热能在累积 我们的冲击不会比过去更少 只有更强 更高 更大 这是我们要去面对的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 我们将来要面对的只有三个 第一个 气候 极端气候已经是我们今天的常态 我们无法豁免 第二个 灾害发生的规模强度 已经开始超过我们过去的想象 是我们心里面想不到 耳朵听不到 眼睛看不到的这些灾害 更可怕的是 我们灾害的规模 一定是超过政府能够应变的能力 所以政府很重要 但是政府不可靠 因为它很慢 它很保守 它根本没有办法去应变 我们自己要想办法 知道保护自己 就像这个耶稣基督所说的 我们要像鸽子 不要破坏环境 但是我们要像一个灵巧的蛇 要知道躲避灾祸 我们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世代 这个世代 我们在地质上面 已经有一个新的名词 叫做人类世 我们人类所带来的地球的改变 就是人类世 已经给我们带来一个剧烈的改变 我们今天在这个世代 我们活在这个地球 我们只有一个 没有办法逃避的责任 我们一定要改变 我们要扭转 我们要化解 我们今天实际上 靠着我们的科技 靠着我们的努力 我们真的是可以去做 我们是愿不愿意做 我们可不可以做 我们能不能做 就是看我们每一个人自己 所以在路加福音17章26到30节 讲到说 主耶稣说末世的时候 一定要做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要出所多玛 所多玛是一个罪恶的地方 那你如果不出这个地方 你就会被自然灾祸所灭掉 第二件事情 他说我们一定要进方舟 这个方舟就是一个主为我们安排一个安全的地方 所以不管是什么事情 过去人类受到了警告 但是他们又吃又喝又买又卖 又耕种又改造 完全不以为意 最后的结局就是灭亡 那将来主耶稣说 我们要面对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环境 我们今天一定要出所多玛 我们一定要开始进方舟 今天我们有行动 就是一种方舟的方式 那最后我就用彼得前书四章七到八节 跟大家一起勉励 万物的结局尽了 所以你们要谨慎自首 谨醒祷告 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 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 我们都有很多的罪 我们的罪累积起来 就看到了今天世界环境的破坏 我们只有透过我们上帝给我们的爱 我们去爱我们自己 爱我们的家人 爱我们的环境 爱上帝给我们创造的地球 我们才可以有希望 我们才会 不管来后面是怎么样子 我们都会到上帝面前 蒙受上帝的称许 今天非常感谢大家 在这边听我的分享 谢谢